我們要出發了 這是我們的愛心便當 每到中午 內湖區周美里長邱麗玲 與志工們就分頭載著愛心便當 愛家愛戶送給里內行動不便的長者 及弱勢家庭 這項善舉讓長輩們相當感激 每次都要出這個里長最好的 這樣吼 都會送便當給你吃就對了 對啊 不是只要送便當 我也做很多 做很多啦 位於內湖科技園區門戶的 中美里人口眾多 其中長者就有1600位 因為地方發展早 老舊住宅不少 不少長者也因為行動不便 難以下樓 不過在陳美橋移動的部分 卻因為當初使用分區 被列為第三類工業用地 導致無法進行都更 改善居民的居住環境 因此除了組織愛心志工加強服務外 邱麗玲更呼籲中央 能早日通過107年就提出的 產業生活專區計畫 我們現在的第三種工業區 因為不能做住宅使用 所以很多老房子面臨要都更的時候 他們沒有辦法申請做住宅使用 尤其很多長者現在是沒辦法上下樓的 所以在這件事情上 我們的鄰居們當初我們在107年 連署希望把第三種工業區 變更為產業生活專區 我們從107年跑到現在 台北市政府都發局送到中央又退回來 那當初南港的八個禮他們做的時候 他們是非常的順利 反而我們這一次我們內湖要爭取 這個產業生活專區就是困難度很高 中央給的這個問題就特別的多 所以我們在這裡我要代表我們所有的鄰居們 拜託我們中央的都審會 在這方面能夠多多的幫忙我們當地的民眾 另外貫穿里內的陳美橋也是來往 內湖科技園區的交通要道 不過遲遲無法進行拓寬 加上附近沒有捷運線經過 每到上下班尖峰時段就交通大打結 居民進出同樣大受影響 這個陳美橋當初呢20年前就有提到說要拓寬 來解決交通的問題 結果呢20年過後了 歷經了很多的市長了 到目前為止還是沒有消息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各地要來內湖上班的上班族 包括台塑來了幾千人 大家都希望這個從陳美橋過來 從台北市區或者從基隆 大部分都是透過這個陳美橋 以及到內科到我們內湖區 各個這個包括創建啊 偽創啊 這個都在我們周美里的附近 現在還有熊獅 深恒昌都在這個附近 所以這裡的交通可以說每天啊 幾乎都是非常的擁擠的 非常的擁擠 所以造成我們這裡的民眾要出去 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因此邱莉玲建議 這一塊已經解除列管的新民國小預定地 能作為捷運廠站開發 讓捷運松山縣延伸到這裡 也為都市更新 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現在我們看到這一大片的鐵皮屋 就是新民小學預定地 那當初已經把這個小學移到五旗社區 也就是舊中路 南京東路口的台美國小 所以現在這塊原先的教育用地就解列了 那我們希望利用這塊地 然後希望捷運局和民眾來討論 是不是這個地方來做捷運站 共構 讓民間他們也能夠蓋大樓 也能夠如願 那另一方面也解決了我們這個地區的一個交通的問題 記者 張綺藤 台北報導